要人照顾的 他看见谁都战战兢兢的 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身体还不好 我就想一直在好好地照顾他 让他调理过来 我之前交过一个男朋友 但是呢他对我挺不好的 经常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对我心情暂停暴力 在我婚姻七个月的时候 他就把孩子提掉 所以我很害怕 然后我就决定离开他 但是当当我父母的性命围解我 然后我又回去了 直到后来在网上遇到他 这个时候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离开前男人 陶老师这个伤害 会不会很大对女性来说 她的一个心理阴影 并且本身她的这种方法 也不是我们所建议提倡的 就是去指望着 另外一个人来拯救你自己 你一定是自己先来解决这个问题 你才能去找到一个更好 更合适 或者说更健康的一段关系 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下一段关系 他的形势可能会有所变化 但是他的问题依然会存在 就是问题 其实根本没有解决 对吧 你过去做什么的 是司机 给一个老板开车 辞职就是为了照顾他 把他从那个阴影里拽出来 对吗 我其实也挺不喜欢那个工作的 也是确实是干够了 但一个他的这种情况 我想把那个工作辞了 然后好好的照顾他 并且我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小的梦想 这伙子还蛮坦诚的 他不是把辞工作这件事情 完全都推给你 这里面有一部分是他自己梦想的原因 这不能叫梦想不现实 他每天就知道坏坏 你能把那些坏坏成人民币啊 你有梦想吗 你有喜欢的东西吗 你喜欢什么 你喜欢回到家之后 什么都不做 看电视机 他喜欢我有一个温馨的家 他给你什么 我没有给你温馨的家吗 我每天三顿饭给你坐着 家那边冷 尤其现在 我晚上睡觉前 还把背锅给你误热了 我每天接你上下班 这都是我辞掉工作之后 那你接上下班 那除了上下班的时间呢 其他时间你不能工作吗 我现在不是在全心全意的照顾你 那你以这种状态 你们俩靠什么生活呢 靠我的工作 他养你了 不完全是 我租出了一个 他把家里房子租出去一件 我家在哈尔滨那个地段还不做 然后租人点钱 然后我就把那个大的房间 阳光好的租出去了 你可以 二十六岁就自己有房子了 这个是父母留下的 我父母离异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不跟我在一起了 他们现在也可是有家 我是从小在奶奶那儿长大 两个苦命人在网上相遇了 有这么一段爱情 干嘛那么抱怨他呢 他有自己的理想 现在的生活又不是那么拮据吧 因为房租也可以 你想跟工作也不耽误呀 半年多没有去找工作 我刚才说了多少次了 听我的吗 除了说话就是跟那些胡朋友吃喝玩的 我没有吧 我每天在照顾你 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吧 你现在就是一个家庭富男 我是家庭富男 比起你之前的那位好多了吧 兄弟 你这么老说你有朋友吗 你之前刚认识我 我们是什么样子 对吗 你见到谁都很害怕 就见到我都害怕 我抱你一下 你都好像感觉我要伤害你的样子 你看你现在 你在这儿跟我吵 说明我把你从之前阴影里经拉回来了 我提醒你啊 不许提他的以前 我问你啊 你画画大概有多少年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东西 一直在画 后来也是家庭不太合适很好 我也没有专业的去干这个 那你现在还愿意找一份工作吗 我想找我喜欢的 现在真没碰到 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我想在就像别人一样 在大街上给人画像 但是我扔了很久了 我真的还现在没到那个程度 那你看啊 他其实有他的难 我们体会一下 他没有谋生的手段和技能嘛 这方面你能体谅吗 不是说我现在要 那我给他报了培训班了 什么培训班 跟电脑有关系 那你去上了吗 他撒谎 你怎么知道 你能接我上下班 我就能接你下课 我去问了 老实说没有那个人 你给我报的那个培训班 我没有兴趣 没去你倒告诉我 把钱退回来呀 你们在生活是不是很难 姑娘 收入比较少 你用他的钱吗 我基本不花什么钱 我把密码和卡都放弹了 后面刷卡都不告诉我 有一次刷了八千 给我奶奶买了个按摩 我花这钱也是为了 我们两个人以后 我奶奶自己租他房子 现在要动钱了 对他好一点 等到动钱的时候呢 可能拿到点钱 早想什么了 奶奶从小半大到大 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去跟他一起住呢 干嘛目的就那么强呢 我对奶奶好 也是一直也是发自真心的好 只是现在赶上这件事了 想要用那笔钱嘛 对不对 你就不用找工作了吧 不过要工作是暂时的 我没有说永远都不会找工作 姑娘你希望的是什么呀 你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 我希望能有一份正经工作 不管你挣得多还是少 但是你要有上进心 不要总在家里待一会儿 梦想我不想耽误你 但是如果你连工作都没有 你拿什么实现梦想 你拿什么画画 你拿什么买画纸 他不是把房子租出去了吗 房子我根本就不想让他租 太影响我们的生活了 你想到的全是我对你不好 我有给你买个戒指吧 说你买的戒指我都疯了 戒钱买的戒指不属于我的 戒钱我会还给人家的 怎么不属于你的了 戒钱买戒指 你不把你朋友笑 我觉得那个东西 对于婚姻不重要 我觉得重要 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如果大家这样继续不工作 不听我的劝说 没有必要走下去了 而且我虽然有一些愧疚 我可能没有勇气说出来 但是我喜欢灭了枪里面 你当有人问那个女人说 你怎么会喜欢上一个杀人犯的时候 她说至少她不嫌弃我 这也是一个很悲哀的回答 你们之间的爱情 大概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那就是至少她不打我 你们之间最初的结合 可能就建立在这句话上 但是爱情不是一场拯救 如果最开始道义上的拯救 成功了 彼此之间能够成这个拯救当中 获得满足了 再向爱情发展的时候 她就过不去了 因为爱情不是拯救 我相信你应该是喜欢她的 她应该谈不上爱 不管你是如何解释 我们从你的陈述过程当中 可以理解到 你的别有用心和偶像 比如说那个八千块钱的按摩椅 再比如说你 为了所谓的梦想 而要一个女人来养你 爱她 绝对不会对她说出这样的话 至少我不打你 你看跟你以前的那个男人相比 我有多么爱你 如果你要是真的爱她 不会去触动她的过去 如果你要是真的爱她 做出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哪怕是为了满足她的需要 我不说你找工作 就参加一下你的培训 可以 可以为自己的爱人付出一些 为什么付出一些 男人可以卑微 但是不能让人看不到自己的志向 男人也可以有困难 但是不能让女人感觉不到希望 所以我想说的是 重复那句话 爱情不是拯救 爱不拯救 也不被拯救 爱 只是爱 我看这事 其实咱就把它回归到生活最简单的就行了 如果你一个人的话 你没有女朋友 不准备成家 你可以维持你自己的所有状态 当你碰到了你爱的人的时候 要为那个爱的人去做调整 调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那个爱 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接下来时间是给你们的 我们一起进入黄金的 好